为了参加老战神的兽胆 我拿出价值一个亿的印章作为兽领 只为拿第一座手镯 跟战神老英雄 零距离 第三名 圆情花葫芦屏 第二名 孤山村江土 最后一位名额 也是第一名 母素 大红袍 新秋茶 五百克 叶哥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没有你送的印章 一群老货 想给我下马威 他们 还 嫩了 老婆 有些人装过头了 拿着剑破碗 就大颜不惨的说要做第一名 跟战神老太爷零距离 真是 笑掉大牙了啊 老公 你可别小瞧了这位叶公子 刚才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位叶公子产业大着呢 开的可是对品战 哈哈 有句话 请你们记住 人这一生 三穷 三富 都不到老 你现在身家亿万 不代表你将来一世富贵 说得很对 不过 我这一辈子注定的大富大贵 而你 永远就是下水道里 肮脏的蛆虫 一辈子都别想翻身 进不了兽堂没关系 战神老太爷私人 掏钱摆了农村酒大碗 免费吃喝 你们几个还有脸吃的话 就去呗 入选珍宝席的最后一个名额 与大红袍并列第一名的四 鸡血印章 飞血连天 阿松阿松 印章印章 叶哥 你是第一 你是第一啊叶哥 老丈 走 我们进去 待会一定要听指示 没我点头 别乱动 都说了三次了 你累不累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跟个婆男一样 真烦 对了老三 在夏顶宣布排名前 给云南那头没人要的母老虎 一直盯着老子 我就跟他说了一句 他 他就叫我还他们家的治疗费 这等母老虎凶得很 还威胁我 要把我抓进去 老子才不怕他呢 又凶又恶的老婆娘 没人 正二狗 你说老娘什么 一个林立的河东师后 在郑天河背后炸响 郑天河顿时浑身僵硬 慢慢转过头 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来 哥姐 嘿嘿 乖乖吃饭 乖乖滚蛋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没说你 滚一边去 我滚 这就滚 最后一次警告 别做死 李雪儿的事 我会给你想办法 我的事 我自己解决 我已经在给你想法子 你耐心 叶叶松 叶先生真的是你 曾子墨女士 你好 真是 没想到 你 你也会来这里 太好了叶松 见到你太好了 欢迎来我们家做客 谢谢曾总的款待 说完这话 叶松静静地站着 轻轻垂下眼帘 我 我先去招呼一下 其他人 先 先师赔了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乖乖吃饭 乖乖滚蛋 活了这么大 没想到第一次 有人敢跟我一起 兵的第一 我很好奇 一个鸡血石印章 竟然也赔跟我 兵的第一 这个男子 赫然就是赠送给 战神老英雄 五百克母树大红袍 心茶的孔家大少爷 孔伟 我再跟你说话 你是龙了还是哑了 既不龙也不哑 我 只是不想理你 大马百家送的 原青花葫芦品 拿的第三 某多安家送的 孤山春疆土 拿了第二 这些人 哪个不是最顶级的 师家豪门和隐士旺族 他们都知道 我孔家要拿第一 所以 他们就让我拿了第一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并列第一 这话 你应该去问活化石下顶 他是思义 也是评委 你以为我不敢去问夏老 他是活化石 我孔家还是衍生工 好一个衍生工 因为你们是衍生工的敌情血脉 就不允许别人跟你并列第一了 这是什么逻辑 诸子百家 你们孔家也不是两千多年都是第一 不是吗 孔先生 那是当然 只不过我刚听说 你只是个收破烂的 我孔家不屑于你这样的人并列第一 我拿第一 靠的是我自己的实力 你拿第一 靠的是家世 名人不做暗示 我孔伟今天来 就是代表孔家给战神老太爷祝寿 第二 今天我还要代表孔家 给子墨提亲 呃 懂我意思 孔伟 你太低估我夜松 你也太高看了你自己 你要找增加提亲 没人拦着你 不要以为个个都想攀上增加的高知 你 孔家千年大事家会这么做 我夜松可没那么不要脸 现在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你 你太狂了 我狂 我有狂的本钱 因为 我靠的是我自己 你还活在你们衍生工 昔日的辉煌 旧梦当中 两千年来 顶着这个名头 都发酸发臭了 你自己还在沾沾自喜 洋洋自得 永远也闻不到自己身上那种 迂腐自大的臭味 这话简直比杀了自己还要难受 孔伟面色俱变 右手猛地抬起直直 已经远去的夜松露果中烧 恨意滔天 你作色 让大伙破废 曾云龙在此谢过 今天的饭菜和酒水 都是我自个攒了加几十年的的工资 尽管吃 平平淡淡的几句话 却是惊雷一般传撤全场 短短几句话 顿时让全场轰然沸腾起 今天这里所有的开销 都是战神老英雄的工资 这是何等的风 听到这话 在场很多老人们 经不住流下泪来 你是孔家娃娃 听到老战神的问许 孔伟急忙来到老战神身边鞠躬 轻轻回应 面露馋媚 夏老说你们家那棵母树也要死了 已经请了两院的几位院士在治 希望还是有的 有句话叫做水土不服 人离乡背井都要生病 更别说是树子 说不定把树子栽回五一山 那树子就好了 这话出来 宏伟不由的面色一变 急忙笑着解释说 老太爷 这个母树栽在我们家 也是严格按照那边的天气 温度和湿度来调控的 还有土壤 强扭得瓜不甜 老夏 你说是不是 人工的是比不了天然的 老太爷 这个是特意给您采摘 又请了专门的支茶大师给您炒的 您喝了 一定会长寿千年的 千年王八万年归 我活千年 就是老王八 这句玩笑话出来 在场的人愣是没人敢直升接口 倒是郑天河大声叫道 那老战神你就活个万年好了 乌龟总比王八强 这话顿时引发现场渲染大波 无数人转头怒视郑天河 几百双眼神犀利如刀 恨不得将郑天河碎尸万顿 你这个娃娃的马屁拍得还可以 我就是喜欢这种哈绰绰的二愣子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心机 但有前途 这下 所有人全都愣住了 在望向郑天河的时候 眼睛里满是一样的神采 极度羡慕 极度极度 全场 也就郑天河敢这样跟战神老英雄说话 不但没被训斥 反而得到了表扬 那可是战神老英雄的亲口表扬 就凭这两句表扬 就足以让郑天河名扬四海 这个茶叶太贵 我销售不齐 老夏 卖掉他换钱行不行 足够修三条路 那就卖了 老战神淡淡说了这话 宏伟不由的大吉 嘴里唯唯诺诺 却是不敢开口说话 如果没有意见 就回去做吧 曾老 官十七 兵一百那没张子你记得吧 就是这小子送给你的 这方张子你神神秘秘的 这官十七 兵一百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件东西我都没想到国会在这里碰见他 圆了我的一个梦想 死之前也少了一份遗憾 少卖关子 赶紧说 小子 该你了 在夏夜松 祝老太爷 胡提康剑 扶寿双全 老胡老了 康剑不了 只有得过且过 混吃等死了 连坡八十有盛息 子牙九旬才扮相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胡老 雄风在 几句低沉的话一出来 在场的人均都一愣 瞬间就对夜松刮目相看 旁边的曾子墨更是方心急速易懂 经不住咬着唇 凤眼迷蒙 满是喜悦 老太爷 没有任何一件礼物 比得起这件更适合你 官十七兵一百 其实张子的主人省略了四个字 那四个字 为官十七省 领兵一百万 沉重浑厚的话语缓缓念出这句话出来 所有人猛的一阵 为官十七省 领兵一百万 谁敢有这么大的口气 谁敢刻出这样的张子 纵观神州上下有史以来的两千多年 谁又有这么大的本事 为官十七省 领兵一百万 好大的口气 在我的记忆里 历史上绝对没有符合这两种条件的官员 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人 当得起这样的名声 你不知道 并不等于没有 我不知道 那肯定没有 小声点 打脚手掌 丢你出去 小子 赶紧说 别让曾老当你 为官十七省 领兵一百万 历史上有这等丰功伟绩的 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 就是文湘公 左宗棠 谜底揭晓 左宗棠三字出来 无数人面色瞬间斗变 惊骇错恶交加 跟着猛然倒吸一口冷气 我怎么没想到 我怎么没想到啊 哎呀呀呀 我的天老爷 竟然是他 竟然是他 这样的张子已经无法用钱来衡量了 无价之宝 老太爷 这枚左宗棠私人印章 当年由曾国范临终前亲自所刻 妖宫虽然笨拙 却是凝粹曾国范的心血 大气磅礴 意义非凡 左宗棠的一声功勋 堪称后视之楷模 这方张子凝粹了晚清三杰力挽狂安 却又大煞将轻的无奈 左宗棠死后 张子随他一起安葬 这个秘密就带到了九泉之下 知道的人仅仅李鸿章一人而已 身为晚清三杰 李鸿章在无需变法之后 接受汉斯国籍者访问 但谈及曾 左二人评价时 说过这个张子的事 这个事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我也是占了年纪大的便宜 自小看过这份报道 要不然 这方张子 连我都得打眼 曾老太爷 我说过 当今世上 没有任何人能比你有资格配得上这方张子 这方张子 赠予你老 当之无愧 此话一出 众人进阶变色 是啊 当年战神老太爷纵横打 立马横刀 一身转战三千里 文武双全 在各个岗位上尽心尽责 这 不正是围观十七省又是什么 想当年战神老英雄从十三岁起家 一步步成长 尸山血海死人堆里爬出来又接着打 打了整整几十年 手下将官何止百万之众 这 不正是领兵一百万又是什么 一个左宗堂无功名在身 却是能文以至内 无以至外 明镖青史 一位当今战神 同样是以白身起家 文武双修 成为傲视雄英 民族脊梁 镇国基石 两位人物和其相似 两相一张 堪称最完美 最无瑕的绝配 好好 好啊 我 曾云龙 一辈子没接受过任何人的贿赂 更没有收过任何人的礼 但今天 今天我曾云龙 要破这个利 这方张子我收了 这方张子 现在将来 他都是我的 小家伙 你这个礼 送到我心坎上了 谢谢你 我说过 只有你才配得上他 叶松 我曾云龙记下你的名字了 欢迎以后常来我家做客 查他 报告主任 已经查过了 情报组的亲自去过地兜山 翻了他们四兄弟的老底子 我不信一个文盲有这么大的本事 把他们几个的老底子再查个底掉 从他生下来那天开始 我要他这二十二年来每一天的记录 再网上查他的祖宗九代 几乎在同时 距离叶不一五米外的地方 王小白斜着眼扫了扫叶不一 偏头轻轻地说道 叶不一好像又要找叶老板儿麻烦 这个人 实在看不明白 不但跟斗牛是王国搭上了关系 还让对方心甘情愿送他龙头茶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 他竟然知道这么久远的密室 嗯 这个人却是个收破难的 查叶松 祖宗十八代都给我查清楚 还有他在山清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有关他的资料和录像全部掉出来 我们可是干地址的 你什么时候想起干特工了 这个人非执中之物 要画龙了 查清楚最好 能用则好 不能用 我希望他能用 最好这样